至少有两种方法 我们慢慢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呢 直接把你刚刚那个ASC的公式 直接输出就好了 直接输出公式 OK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我输出的时候 不是直接输出公式 而是直接呢 我不要用VBA里面的函数 而是直接用什么 用Excel里面的函数 但是我要怎么在VBA里面 去呼叫那个Excel里面的函数 呼叫直接把它叫出来 在VBA里面用 那这个部分 我们先按部就班来 应该懂我的陈述吧 我要做什么 好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如果先做什么 清除好了 清除应该最简单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范围清掉 那清除的话 当然第一个 插入一个模组 再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部分的一样 因为按钮的吧 一定是SOP 所以这边打一个清除 那清除的话 当然你们的字可能很小 我建议你就把那个字放大 工具里面的选项 选项里面的撰写风格 字预设是9号字 你一样把它改成12号字 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辛苦 OK 12号字 然后再来的话清除 那如何清除呢 接下来就是 一样嘛 这个可能 可能前面几次会打慢一点 不过之后可能会加快 因为这个都是旧的 这上学期有讲到 我们就是什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那它的最下面一列的话 你当然可以直接输入9 不过你这个范围会改变的话 建议是用去抓这个的最下面一列 那这个的最下面一列的话呢 当然就是用range range这个物件 它的什么呢 拿一个a2好了 a2的储存格 点end 它最下面刮弧 那个最下面的列 是哪一列 它会用那个 row这个属性 告诉我说 最下面的列 是在哪一列 就是从a2 去向下 侦测 得到的哪一列 它告诉 所以是第二列到第九列 Enter两下 再打个NAS NAS就是回圈 它会2 3 4 一直到9 那所以i的值会变化 i就是一个变数 会一个改变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c 把b栏的东西 给删除的话 那就用sales物件 这个前面也用蛮多的 sales物件的话呢 一定要先列 再栏 栏的话呢 i列嘛 i会一直 第二列 然后呢 哪一栏 b栏告诉他 清除里面资料 就把它塞一个空置算给他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做出清除 那清除 如果说你要执行的话 很简单 要不就是 直接在这边执行 或者将来在这边 做个按钮 都可以 我们直接把它清除掉 ok 清 这个 清除 我用清 这一边的好了 清 清 清这一边的好了 ok 那清除的话呢 我就直接执行 他就会直接帮我把这个范围的资料给清除 当然将来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再把这个清除的sub 对应到一个按钮 他就可以让你按下去了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要做出一个像 转换为半型 那两种方法 一个是 我直接用公式 那那个公式 那那个公式部分呢 我就直接把把那个 asc刚刚那个写的公式 直接把它输出 那再来的话 就是插入一个什么 程序 这个程序的名称呢 也许叫什么 转换为半型 那这个的话用公式 假设我今天 我刚刚讲过了 如果你要把那个 Excel里面原来用的函数 放在VBA里面帮你 去做执行的话 那至少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直接输出一个公式 一个是 去直接去取用那个 那个Excel里面的函数 两个方法 那方法一的话呢 就是公式 那这个公式一样 你可以把清除的这个 上面写的程式 把它复制下来 差别只是说呢 这个双引号里面呢 你要放一个公式 放哪个公式呢 直接就把刚刚我们 做好的这个asc这个 等于这个 把它复制一下 把这边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 记得按下取消 直接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贴到 这边来 把它贴上 但是贴上之后的话呢